2018年5月19日 英国王室成员哈利王子 与美国演员梅根举行了世纪婚礼 有一种美好的婚姻叫夫畅覆遂 而哈利王子结婚后 跟妻子梅根也是一条心 他们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和王室做抗争 结婚还不到两年 哈利夫妇便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们要放弃高级王室成员的身份 和王室斗争了一年 最终他们达成所愿 于2021年2月正式辞去王室公职 可是哈利夫妇没有选择好聚好散 而是靠着不断地曝光英国王室丑闻 和王室成员撕逼 赚足了流量和金钱 比如哈利夫妇和美国流媒体巨头 王妃签下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合约 包括给这对夫妇制作系列纪录片 电影和儿童节目 一部叫哈利和梅根的纪录片出炉后 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烈讨论 看着这对夫妇怎么去控诉王室成员 曝光王室丑闻 不过很多人对纪录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一波未凭 一波又起 哈利王子要出自撰回忆录了 名字叫做Spire 中文一名叫做备胎 备胎很好理解 在英国王室和贵族圈子里有句老话 长子是头衔 权力和财富的继承人 不幸的是 哈利王子排行老二 他只能活在哥哥威廉王子的光环之下 成为一个防止第一继承人发生意外用的备胎 谁又甘心去当备胎呢 这本书还未正式出版 可是却被炒得火热 原因是哈利王子在书里曝光哥哥威廉王子 曾在2019年对他拳打脚踢的暴力行为 哥哥威廉王子觉得弟弟的妻子梅根 是一个难相处 无礼和粗鲁的人 让弟弟小心梅根 在哥哥看来 他是为了弟弟好 听到那些话后 哈利王子怒了 兄弟俩人大喊大叫 甚至互相辱骂 后来 威廉王子趁哈利不注意 抓住弟弟的衣领 扯断弟弟的项链 将弟弟打倒在地 梅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媒体报道的不少 他的负面新闻比较多 不过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也许哈利王子更有发言权 或者说 梅根身上恰好有哈利王子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愿意为妻子和自己的哥哥大打出手 威廉王子打弟弟有不对的地方 从亲人的角度来讲 能理解他教训弟弟的心情 不过人们都有一种行为 特别是在关系很亲近的人们之间的行为 叫 我为你好 可那就是从自己的主观角度出发的 甚至是强加于人的行为 到底是好是坏 最终还是得由你说了算 显然 哈利王子是不领情的 他不觉得哥哥的言行是为了他好 反观 哈利王子将被哥哥暴打一顿的故事写在了书里 并拿这件事作为宣传炒作的噱头 做法也欠妥 毫无疑问 这会加大兄弟之间的裂痕 甚至闹得老死不相往来 作为吃瓜群众 兄弟不合的戏也只是看看娱乐一下 可是作为父亲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一个头 两个大 他希望兄弟俩能够和解 不要让他的晚年过得痛苦 为了宣传新书 哈利王子非常卖力 还自曝杀过人 而且杀过25个人 哈利王子在2007年 以英军禁卫骑兵团中尉的身份 被派往阿富汗南部服役 在战场上 他的形象也得到了英国人的喜欢 他曾作为英军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副驾驶员兼射击手 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 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武装的行动 他一共执行了六次致人死亡的战斗行动 战争是嗜血的 在战场上的哈利王子变成了一个嗜血战士 他能准确地说出杀死了多少个敌人 哈利王子自曝 他杀过25个塔利班武装成员 对于杀人这事 哈利王子看得很开 他不觉得杀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同样也不认为杀人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 因为他把那些受害者当成了棋子 不把他们当作人 从哈利王子不因杀人而感到耻辱这件事情来看 他的内心是挺阴暗的 其实年轻时候的哈利王子 做过很多出格叛逆的事 是一个十足的坏小子 哈利王子17岁时曾经就吸食过可卡因 后来他的父亲查尔斯将他送到了伦敦一家医院戒毒 20岁时他在伦敦的一家夜总会门口 和偷拍他的狗仔队打了起来 21岁时他参加一个舞会时 穿了一件类似于纳粹军装的短袖衫 左胳膊上还带着纳粹标记 28岁时他参加了一个全罗舞会 让英国王室陷入燕赵门的丑闻里 叛逆 嗜血 阴暗 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在哈利王子13岁时已经种下 1997年8月23日 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巴黎发生了车祸 香消玉允 戴安娜王妃去世的那一天 哈利王子还有半个月才满13岁 这对一个处在青春期的男孩来说 丧母之痛太沉重了 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失去亲爱的母亲后 哈利王子几乎崩溃 长期感到痛苦 并且还封闭了自己的感情 一直都在接受着心理治疗 在哈利王子32岁时 曾对媒体爆料 母亲去世后 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像鸵鸟一样 拒绝想起我的母亲 想起他只会让我感到悲伤 也无法让他回来 于是选择了作天作地的生活 哈利王子做了那么多坏事 英国王室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怎么管他 可能是心中有愧吧 特别是他的父亲查尔斯 毕竟他最先背叛了戴安娜 两人已离婚收场 王子们的家也变得支离破碎 然而 有的行为习惯 性格及思想一旦养成 想修正却太难了 在哈利王子遇到梅根后 那些积压在心底的东西都喷涌而出 在结婚前 哈利王子很作 不过作践的是他自己 结婚后 他对抗了整个英国王室 而且行为很激烈 说到底 都是家庭不幸造成的阴暗结果 当那时间1月10日 哈利王子的回忆录 《备用》正式在英国发行了 而在温斯顿小镇的一家书店的橱窗中 出现了很是有趣的一幕 哈利的书和一本名为 《如何杀死你的家人》的消遣小说 摆放在了一起 两本书还真是没有什么区别 评论如此说道 那为何会有这样的评论呢 因为哈利的书中 不仅把家人描述得很是可怕 还公开了他们的私人生活 他高喊着要隐私 但别人的隐私 却是他赚钱的工具 现年74岁的查尔斯 好不容易当上了英国的国王 却被儿子公开了半赤身倒立的迥态 打开了一道错误的门 你可能会看到他的贴身男仆 正在帮他穿衣服 哈利王子回忆了在苏格兰的 巴尔摩洛尔城堡度假时的经历 更糟糕的是 你可能会在他倒立的时候误入进去 按照他的理疗师的规定 他需要靠这个来治疗持续的 颈部和背部疼痛 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哈利还进一步说明了他父亲的丑态 每天都只穿着内裤尽行倒立 像熟练的杂技演员一样 靠在门上或者是挂在酒吧桌上 你的手指刚刚旋转了一下房门锁 就会听到那边传来恳求的声音 哦 不不不 不要打开 求你了 不要打开 显然 这在哈利看来 这是很滑稽的一幕 但很多读者都无法跟他有同样的共鸣 谁都有尴尬的时刻 但谁会想着被公开出去呢 何况查尔斯还是一位国王 估计这会让他很难堪 尽管他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养了一个大嘴巴的儿子而已 除了父亲之外 哈利也没有放弃对自己已故亲属的恶语相向 他称女王的妹妹 也就是他的姨奶奶 玛格丽特公主的冷血 因为他在某一年的圣诞节时 只送给了他一支圆珠笔 上面有一个橡皮鱼的笔帽 哈利还说 享年71岁的玛格丽特公主 对于她来说 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除了怜悯之外 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 而且通常也会避开她 事实上很多网友都知道 享受着荣华富贵的英国王室成员们 在圣诞节互送礼物时 反而是简朴的 他们互相赠送的 都是一些廉价而有趣的小东西 比如哈利就曾赠送给自己的女王祖母 一顶玉帽 而梅根送给女王的 则是一个会唱歌的仓鼠玩具 而现在因为收到了一支圆珠笔 就说姨奶奶冷血 哈利也真是太小心眼了 尤其是她还是对已故去的亲人 说三道四 也是够没有礼貌的 能如此评论女王妹妹的哈利 对女王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敬意 通过她的回忆过往 可以知道 在她眼里 自己的祖母是一个冷漠 缺乏感情和守旧的人 而她的嫂子凯特则是一个 易怒小气和自恃清高的人 继母卡米拉更不用说了 危险的坏人和媒体互换消息 已达到当上王后的目的 有分析认为 哈利和家人的和解是无望了 而且她也不会再被英国王室接受了 想要继续出名 或许得找些别的婴生了 但问题是 她会什么呢